深夜的萬華街頭 一名男子怒氣沖沖 亮出手槍 指著店家不斷飆罵 一旁有人趕緊上前安撫情緒 但完全沒用 男子一個箭步再進到店裡頭 直接朝著被害人開槍 犯案後 男子烈泊紅氣不喘 離開現場 店家健壯趕緊報案 救護車迅速遞搭 王姓被害人腿不中彈 鮮血滯溜 送一搶救 客人跟客人吵架 兩方面都比大嘛 拿個角頭 拿個角頭 整起槍擊案件 發生在十六號清晨 台北市萬華區三水街上的 這間飲酒店 兩人疑似為了女陪師起口角 方姓嫌犯囂張開槍 而失信共犯也出手打人 昨天是發生什麼衝突啊 低著頭被移送地檢署 開槍的方姓嫌犯 綽號翻婆 是萬華地區的知名角頭 逃不到一天就落網 至於出手凶狠的共犯 來頭也不小 2018年中秋節 失信嫌犯在萬華一間 人力仲介公司開槍 一名大陸籍男子 胯下重擔 兩名萬華地區角頭 這回又開槍鬧事 雙雙落網 到深色場所飲酒作樂 卻為了女陪師奮而開槍 兩名萬華地區的在地角頭 年紀都在60歲左右 仍舊囂張鬧事 萬華再傳槍響 警方若不加強特定場所管控 恐怕會讓當地居民難以心安 記者潘家義 陳宇璇 臺北報導